你有想过鸡到底是怎么来的吗? 最原始的鸡是怎么被人类寻化下来的呢? 最原始的鸡是长成什么样子? 在这个世界上,鸡只的数量大概在240亿只以上 是我们人类的总人口的好几倍以上 而数量上也比其他的鸟类高上好几倍的数量 是全世界最多的鸟类 不过鸡也是人类最大的动物性蛋白质来源之一 不论是鸡蛋,不论是鸡肉,都是优良的蛋白质 将鸡寻化成人类可以饲养的一种鸟类 是人类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事 在两个世纪以来,鸡到底是怎么变成鸡的? 鸡是哪一种物种演变而来的? 在哪一个时间点,人类开始寻化 并饲养鸡只,一直困扰着生物学家们 现在对鸡的基本的结论 大约在公元7500年前 在东南亚或者是中国南方的地方 人们寻化了第一只鸡 并随着移民、贸易、迁移 将这只鸟带往了全世界 不过在最新的研究中和之前的结论 而有所不同 在2020年时 科学家认为鸡可能是从东南亚或中国南方而来的 人类寻化了第一只野鸡 并进行了移民、贸易等的行为 将机制带往了全世界 而最近在科学期刊上有一篇文章 综合了这几年的研究 里面提及了 鸡如何被人类一步一步的寻化 最新考古的研究中 他们发现了鸡的寻化 可能跟我们吃的稻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如果人类没有种植稻米 小米 我们可能吃的鸡都不会存在 有没有很好奇 米跟鸡有什么关系呢 今天说自然 就来聊聊鸡为什么变成鸡 鸡的起源 鸡的起源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 到底鸡的起源是哪里来的呢 我们要谈到最早知名的演化学家 达尔文 达尔文最早提出了演化论 他也是一个国际知名的学者 达尔文当初就提出了 鸡的祖先可能是红元鸡 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什么是红元鸡 红元鸡又被称为圆鸡或是茶花鸡 红元鸡是一个分布在热带跟亚热带的鸟类 主要分布的地方 从中南半岛一直延伸到中国 印度 最南方可以移植到印度尼西亚一带 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这张图 这个就是它分布的范围 你可以知道红元鸡的分布范围还蛮大的 因为不同的地方的分布也被分成不同的芽种 红元鸡原本的生活环境是在热带雨林 赤森林跟棺木林中 你可以看一下后面这张图 这个就是红元鸡的照片 有没有觉得它跟我们的鸡长得很像呢 不过红元鸡的母鸡就跟我们印象中的母鸡有所差别了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我们才会觉得鸡是红元鸡的后代 红元鸡可以跟我们饰养鸡进行配种 并且繁殖后代 也就是因为如此 达尔文才会提出说 红元鸡可能就是鸡的祖先的假说 并且推测巡化的地点应该在印度附近 但是真实的情形有证据吗 要证明这个假说 红元鸡是我们现在饰养的鸡的祖先 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虽然从印度、中国到整个东南亚 有五种红元鸡的存在 但是要以考古的方式证明的话 我们必须在化石遗址中找出相关的骨头 有了骨头的存在 我们就可以利用它的DNA去寻找相关的证据 在2020年时 有个大型的研究计划发表了成果 这个研究计划进行了大约有20年以上的时间 他们到了亚洲、非洲等120个村庄 去采样了这些地区的饰养的鸡汁 跟它当地野生的鸡汁的样本 总共利用863只鸡的基因组作研究 他们发现说 现代的鸡可能来自于缅甸、老挝、泰国、中国南部所寻化的野生品种 而且在最新的DNA的数据认为 现在鸡的血统可能在12800年到6200年前 就已经从原本的红原基中分离出来了 在人类的寻化并饰养之前 这个血统已经产生了分离 后来才产生人类的寻化的现象 不过因为没有化石的佐证 我们还是搞不清楚 鸡汁到底是从哪一个地区产生的 而在今年2022年 美国国家科学学院院刊上 科学家他们发现了一个最古老的鸡的骨头 这个鸡的骨头来自于泰国中部的一个村落 这个村落所发现的遗址是新石器时代的村落 他们研究发现在3250年至365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在这个新石器时代遗址中 他们发现了第一批明确的家养的鸡 科学家推测当时的农民开始种植水稻 鸟类因为水稻的种子而被吸引过来 并且在附近的地方开始竹巢 习惯人的存在 在当时的时空环境下 种植水稻没有关于带系统 所以只能依靠老天爷下雨 这个表示说在种植水稻上 需要更大的面积 也需要更长时间的修根 因为这个种种的条件状况下 会产生很多的次生的小罐牧林 而这种小罐牧林很适合红原鸡的生存空间 而在这个遗址中 当时的农人将很多鸡跟其他所饲养的动物作为陪葬品 由于陪葬品都是人工饲养的 比如猪、狗、牛 所以这些鸡也就是饲养来的 并不是野生的鸡 并且科学家首度去比较亚洲扩散到非洲的路见的时候 他们发现这个路线跟稻米、小米或其他骨类的传播有非常大的关系 以时间轴来看 从3250年前到3650年前 鸡枝开始被人类巡化下来 大约在3000年前的时候 鸡枝出现在中国的北方跟印度 大约在2800年前 鸡枝出现在中东跟非洲的北部 鸡第一次进到欧洲的时候 大约是在2800年前左右 水稻跟农业促进了鸡枝的巡化 随之鸡也融入了人的社会 并传网了全世界 不过你会发现鸡好像一直被当成食物 其实在早期的时候 鸡可是不是一开始就被当成食物的哦 最早的鸡可能是因为美丽的羽毛 或者是斗鸡的文化而产生的饲养 我们举个例子 在文化上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西欧的宫殿建筑 贵族的家庭 精英的墓葬 早期都有鸡枝的画像的存在 也就是说第一批进到欧洲的鸡 其实不是食物 而是有尊贵的象征 或是一种奢侈品 科学家发现 早期的鸡应该体型比较小 产蛋量也很少 所以并不是主要鸡的来源 直到了近几百年以后 鸡或鸡蛋才被当成主要肉品的来源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总结论 第一个 鸡的祖先可能是源自于一种原生的鸡 我们称为红元鸡的种类 第二个 鸡的寻化可能早在新磁器时代就已经发生了 而且它的地方可能在泰国的附近 第三个 鸡的寻化可能跟和重道有很强大的关系 或是因为水道的关系 鸡才被寻化下来 好的 经过这一次的讲解后 大家对鸡为什么变成鸡有更加了解吗 如果想要看原文的话 我会把原文贴在说明的地方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 虽然它都是英文 但是以头的文章非常的丰富 我们说自然 下一次再聊其他的话题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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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